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 还我来起身路面 小股民真的好生气 台股跌破八千点 财经四首长 究竟端出什么方法来就是 点入金管会主委 曾明忠脸书po文 网站股民直接呛瞎 我们全都要出走 大物刨光啊 散路的死光啊 丢光啊 丢光政府嘛 真的很亮光 有人说股市除不除息 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也要出走了 网友更问 如果长期投资 健保补充捐抵扣减半 理由何在 还有人直说 台股末日已尽 大家快逃吧 问题在你队友张部长 问为最差的状况 已经过了吗 我相信如此 真的躺着也中枪 兼职不调正所税的张部长 日前才打强心针 台股却跌不停 信心溃提 四大基金 我们当然有其他的 可以动用旧市 事实上是可以考虑 在这个节骨眼可以出门 大佬呼喊 国安基金快进场 就等财经四巨头 快快端出政策牛肉 这件经济部长 邓正中依旧一派轻松 这些东西是供我们参考了 那我们一直希望大家 知道就是说 其实我们国内的消费 国内的投资 都并没有减少 才强调出口产业没问题 立刻就被打脸 台塞化董事长陈宝郎痛批 石化产业早就跌不疼 娘不爱 非常希望说关爱的眼神 能够关爱到我们塞化业来 立委更痛批 断正中没有实际大作为 严厉只有小确信 他是天真烂漫到脱离现实了 要救经济直喊口号 相较其他财经首长提出政策试水温 经济部长如今要凭出口 很难让人有信心 东森才艺新闻 陈和平沈运腾综合报道